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陈乌幽 由于重庆的特殊地形 在网上很多网友 把重庆比作为一座八地城市 其实我觉得 用八地城市形容重庆 其实可以用 11维度来形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刘慈欣的三体 刘慈欣三体里面 把这个宇宙分为11个维度 我们人类是生活在三维空间里的 自从我来到重庆以后 我发现用刘慈欣的11维度 来形容重庆会更加的贴切 举个例子 就比方说我现在在马路上走 然后我旁边是一条 很正常的那条马路 车来车往的非常繁华 对吧 就很普通的一条马路 然后在我的左手边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加油站 给你们看一下 在我的左手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加油站 但是我们随着镜头转一下 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搞笑的一件事情 你们看 这个加油站竟然是建在一座楼的楼顶 我们数下有几层 123456 也就是说六楼的楼顶 六楼的楼顶既然是一座加油站 那更奇葩的是 我们看下面 下面一楼 一楼下面也是一座加油站 就这栋楼 一楼和六楼的楼顶 是两座加油站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二楼三楼四楼五楼 有没有住户 如果有住户的话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一个住位 我们现在去看看 我们现在去看看 这个从六楼能不能到达一楼 我们去 现在走 去看看 这个加油站旁边有一个地下停车库的入口 应该是从这里是可以进去的 我们下去看一下 像这样的奇葩建筑 在全国都是看不到的 你只有来到重庆才能看得到 很难想象一栋楼 它的六楼的楼顶既然是加油站 然后相对于它这个层面来讲 它是一楼 因为它旁边有很正常的马路 但是你相对于这栋楼来讲 它是六楼的楼顶 因为这栋楼下面还有一楼 你们看 好在这栋楼里面是 是一个停车场 如果这栋楼里面 是有住户住在里面的话 这一楼跟六楼都是加油站 会是什么滋味 我现在在这个停车场 给大家看一下 对面的楼房 你们看 全部是建在山上的 不同层面的建筑 在不同的高度 包括 你看后面的那个桥 大桥 包括后面的地铁 还有那些立交桥 也都是立体的 刚刚我走那个加油站的停车场下去 发现是走不通的 然后这个加油站旁边呢 有一栋居民楼 就是我身后之状 我现在站在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后面不是马路吗 我们现在是在一楼 但是实际上呢 我站的这个位置 是这栋居民楼的底楼 我目测这栋居民楼 应该有十几层 我们现在从这栋居民楼下去 下到一楼 走吧 我发现这栋居民楼 也是没有电梯的 它总共是11楼 总共楼高是11楼 但是呢 它因为一楼一个出入口 顶楼一个出入口 也就是说 其实是相当于五楼 所以重庆很多建筑 都是这样的 我现在下到了一楼 你们看啊 这栋楼一楼也是个加油站啊 在全国来讲也就仅此一家 一楼跟六楼都是加油站 刚刚呢我们看过了一到六楼都是加油站的一个建筑 现在呢我又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山洞加油站啊 就是这个加油站是开在的那个重庆半山腰的一座山的山洞里面 你看这边是一条很正常的盘山马路吧 旁边就是著名的那个李子坝的地铁站 你看这个加油站呢 既然开到了山洞里 我现在走进去看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拍摄一下 你们看啊 这个加油站既然开到了山洞里面 车就从这边进来 那以后你们看他们把山洞挖开 然后把那个加油机放到这个洞穴里面 刚刚有一个工作人员说这里不能拍 然后我就不拍了 但是总的来说那个重庆啊 就比较奇葩的建筑真的是很多的 你能想到吗 加油站既然挖了一个山洞在山洞里面 我身后的这个工地呢 是正在建设的重庆的地铁啊 你们看虽然说重庆啊 它的地形地貌这么复杂 但是聪明的重庆人呢 他们还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建筑奇迹啊 我觉得重庆人好样的 祝你们越来越好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大家收看 记得点赞和关注 拜拜